在我身後的這些大家 其實很多人失業 從去年年底到現在 幾乎都已經要一年了 但整個事情還沒有解決 那現在政府甚至使用最高額度的罰款 來裁罰這些已經失業了 將近十個月十一個月的工人 那其實我們真的希望 我們行動能得到社會大眾的支持 因為我們現在所面對到 整個政府傾向財團這個困境 如果不是由工人自己出來爭取 是不會改變的 這個塑膠布上面列出來的 就是我們這一百多人 一百多人所收到的罰單以及 罰款以及那個去警察做筆錄的傳喚書 那其實 面對政府這樣的 用警政跟司法打壓 我們是非常無奈的 因為其實我們的訴求 基本上也就是憲法保障我們的工作權 以及勞基法都保障的年資 以及勞保 這種合法的訴求而已 那政府始終不願意正面回應我們 逼著我們一定要用比較強烈的方法 來喚醒社會大眾對我們的支持 對我們的注意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政府不但還是不願意正面回應我們 而且還使用警政以及司法這些手段 把他們變成國家機器打壓工人 爭取自己權利的工具 國度收費員是現在政府 用非典型聘僱的 讓這些勞工明明在公務機關工作 卻連基本的勞基法保障 都不到的一群工作人員 一群政府的聘員 我們要講收費員這個案子 絕對不是個案 政府帶頭以非典的方式 先打壓了這些人的 基本的勞動條件 然後當收費員自己站出來 爭取基本的保障的時候 又再度不理不睬 依法行政 這時候就拿出來說嘴 今天我們國道收費員 在這個國道上面的行動 面對政府的打壓 第一個就是開出這個罰單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罰單是有 這個下線跟上線 可是居然 這個國道警察居然可以 沒有任何的理由 他就直接開到上線 就直接用最重的處罰 來去開出罰單 我們認為這個就是一個 最標準的一個打壓 要不然我們平常的罰單 當然是從下線開始開 怎麼有人第一張罰單 就收到就是最高限 最高限額的 最上線的罰單 我們認為這個就是政府 對於國道收費員 打壓最好的市政 我們一路的抗爭下來 不論體制內 體制外 我們所有的抗爭 到現在 交通部 還不理不睬 夜空時 還在唬爛 我們要說的是 如果政府繼續在不理不睬收費員的這些基本權益 如果非常諷刺的要選為我們人民公譜的這些選舉動作 結果反倒不理收費員的重要的勞動的民意 那我們肯定會跟著馬總統這個非常搞亂我們全造成台灣的這些社會動盪的執政黨的總領導我們一定如影隨行我們一定抗爭到底所以我們希望社會大眾能夠理解今天用警政署開出來的這60萬的罰款我們希望社會各階層能夠理解這些東西 勞工的心聲我們非常希望大家能夠來支持這個事業已經將近一年的這些收費員能夠小額捐款來幫助他們不要再面對這些罰款的打壓行政的打壓刑罰的打壓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的支持我們希望小額捐款來支持我們這些收費員繳付這些罰單我們也希望各界有更多的有正義的 律師能夠參與我們的義務律師團所有收費員這輩子第一次收到的刑罰就是因為爭取自己權利而被公權力打壓的公共危險沒有一個人在這輩子碰過這個刑罰 碰過警察被叫去詢問甚至後來還要上法院每一個人都膽戰心驚這樣的恐嚇威脅其實就是他們這一輩子第一次因為自己權利被踐踏而面對的 那來到警政署我們也要跟警察公權利講如果交通部不再出來面對馬政府不出來面對我們絕對會抗爭到底 你再怎麼打壓我們一定會如影垂形 你會不會覺得說因為你也是幣不得已才走向活動結果卻收到這樣 就是當然因為我們收到我跟妳講我們絕對都是從來沒有遇過這種東西的絕對沒有以前不可能有這種東西存在 所以我現在是警察約局我讓我覺得說是真的你說不恐懼嗎我真的是很恐懼啊 因為我不知道說我去了以後他會怎麼用我會怎麼我會怎麼修理我會怎麼記念我我不知道我不管是這樣子 對啊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接受過這種東西這樣 所以希望現在這樣子用政消息比較希望得到社會主張的關注 其實我們的要求訴求一直都沒有改變過 就是說你最基本的勞基法的保障對不對 然後就是說你遠通你既然說你在當初的時候你訂下這樣的契約 你為什麼不要秉持著陳子熙用原則來好好的安住我們這些收費員 而你卻選擇用另外一種方式來抹黑收費員 我覺得這個對目前的財團或許或許啊像職安的問題搞這麼大 政府還是無能為力啊那相同的啊收費員的問題也是相同的情況啊 11月28號我們將會決戰國道 我們來喊一下那個口號 由於隨行 抗爭大敵 抗爭大敵 炉雨隨行 抗爭大敵 1128 1128 決戰國道 人在国家